与你会有致辞 这个司仪啊 组织了那么热情 没有一点点回忆啊 像你 对 这个我所谓以来啊 大概除了司仁的关系 因为他今天选的地点很好 服下啊 服下是我出生的地方 而且不仅仅是我出生的地方 还是我祖先出生的地方 我们里家在金门已经有四百年的意思 四百年的意思 那这四百年来呢 我想 我没忘记自己 所以离开这边是今年第31年 但是我大概礼拜六礼拜天以前 都会回来看看我们那已经颓舞堡 这个都已经这个 都是草在住了 哈哈哈哈 那所以 人的可贵就是一份感情 那我们现在这个所在地啊 以前是我们要下海的地方 我们就是科云要下海 要有一个会上海检查 这边以前我还演出一出戏 民国67年了 我还在台湾读书回来 那妈妈去拿海科 我去帮她跳 那个阿边哥就不让你下去了 因为我没有科云症 科云症 事实上我有科云症 但是因为你要读书到台湾去呢 就是户籍 当天离开金门三连丹 又要把你的户籍上去台湾 那你去台湾了以后 当然就不能再继续申请这个科云症 那我是觉得这个好像 那时候也很无奈 我说我妈妈就在这个海滩 挑得很辛苦 那你不让我下去 要不然你下去挑啊 好 不可 不可 所以为什么这个国金 从东北一直输出到这边 现在要很难看的 是也怕不到的 那根本就是说 你记守在这个地方 你要有能力 扶起这个整人来 那个排长一个瘦瘦小小的 我忘记他叫什么名字 那时候才中位的排长 那我说我下去 你枪就对着我 我假如一跑 你去开枪嘛 他坚持不肯 我说 所以你一点同情心都没有 我说你给我站到马路上来 我拿了一支我枪啊 我说你给我站到这个马路上来 离开这个营气 我就准备干他了 真的 真的 很过分 结果呢 后来还是 我爸爸席士林人 还要我道歉 然后才让我出境 再继续去读书 那是民国六十七年的事情 所以我想一个人 会走什么样的路 都跟他以前曾经熟悉的一些事 有关系 这个大概不足为道 我在回想说 我们股下153号 重民过38年 阿芬哥就站了 站到50几年 我们每天就是收成 农作物收成 都没有地方放 就摆在那边领利 那我爸爸呢 在我很小的时候呢 就每次都写澄清書 不是自己写 还是请别人写 写了十次八次呢 有一次要叫我 送去那个建政府 他还要说这个 龚文峰 要请他说话师盖一个章 把龚文峰带回来 表示说 我龚文有送到 一样是没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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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 两年 十年 八年 一直到民国五十二年 因为有一天 王多年司令官 就在我们 昨年国庄那边 有人跟我爸爸讲说 那个司令官好像到我屋下来 我爸爸组这个馆帐 就在他在吉普山那边 鎖的 来了就是跟他提 老实讲说 这个小鬼男神啊 将天啊 好事后 早上就跟他提 中午呢 我们那个 几多四个 前进在市长那边 服完 中午就割掉 叫不见得了 搬得清空 所以我是觉得 这个就是说 我们走过那样的岁月 觉得说 什么事情合情合理 我们应该有所堅持 那我爸爸也是这个 气而不舍 那还好碰到司令官 不然我和那个房子到现在 可能 拿不下 所以走过这样子 从小的这样的一个路程 我就觉得 就是说 重振是得以解决很多位 但是很惭愧的 我们在重振的时候 没有做好 所以现在我也 几乎不太出门 因为 一切也不容易做好 我们这个制度 是人家分化我们的一种制度 实在是 你有心 但是呢 不一定能够把你的心 化成力量 所以我离开了以后 我大概尽量不讲 空空的事 因为 立我来说 我们已经 有这样的机会 努力过 成不成 大家去评价 那讲得太多呢 有时候 难免会做一些起司 好像是为自己 找下台阶 那好像也没有那个必要 所以我是觉得 做得好不好 好 我是觉得 任何一个人 不管你任何一个族 就是要除了一个 良知 跟良人 那有机会的时候 我们进一去表现 没有机会的时候 我们看别人表现 今天就要看 各位表现 好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